台北市和平福伦社长期投入关怀偏向公益活动 活动发起人郑志源社长是一名建筑师 在0403花莲大地震时一直关注灾区多栋房屋倒塌与倾斜的问题 以及当地所遭受的各项损失 今天上午台北和平福伦社长郑志源 以及各福伦社代表专程来到花莲捐赠各项设备以及经费 捐赠仪式由小太阳光卫协会底市长薛梅林代表接受 花莲仙修营巷长王梅桂也前来 见证感谢善团对花莲仙内 以及修营巷小太阳光卫协会的协助 市长这么的愿意付出 无师无悔自己卖了这么多的田地来做这个社会服务 直到现在你看他讲每一句话都很真 看他小孩子这样跳舞 无师无悔这么多几千位小朋友 我这边做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回去呢我会把这个讯息带给我们的总监 跟我们三四八一所有的团队 回来宣导能够来继续来支持我们小太阳协会 继续关怀他 福伦是有一句话叫做投资教育永远不会赔 这个跟我们小太阳的老师的精神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很愿意能够来这个地方给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抛砖引玉 也很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回来在我们原乡这样子的有活力的地方能够来协助 最重要也很谢谢我们花莲东南社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台北市和平福伦社的政治员社长发起了这次修缮捐赠的设备的一个捐赠仪式 非常感谢福伦社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他们结合了有和平福伦社的政社长结合了22个福伦社来到部落来 来关怀小太阳学堂的孩子们 也让我们很多设备都能够改善 非常感谢他们 也希望每个福伦社的社友今天来到小太阳学堂 能够感受到小朋友的热情的接待 也感谢他们看到孩子这么快乐的 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帮助小太阳学堂的孩子们 小太阳光卫协会理事长徐美 也以颁发歌善团感谢壮 并表示这次的捐赠格外具有意义 期盼提供偏乡部落的弱势孩子们 以处功能齐全安全优质的学习环境 让学童深刻感受到台湾社会 原来付出爱心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 进而立志将来长大茁壮之后 一起付出心力加入福伦社等公益团体回馈社会 记得继续学乡部落